一诺春季赛跟着猫神休息 终一秒边大漏勺 徐毕诚说他过年要去做那个 奇光手术 AG奇妙夜全员都会跳舞 大将军轩然舞姿优美 伴随着转回挂牌七零进 有关于AG买辅助的瓜就没断过 毕竟猫神已经确定要休息 AG自然想要买一个辅助来过度 至少要保证春季赛的成绩不能太差 要不然会影响到后面所有的比赛 包括可能会开的亚洲杯 然后就在昨天终一 却带来一个坏消息 一诺春季赛有可能跟着猫神休息 因为他过年准备去做激光手术 眼睛不可能长时间看手机 不过也有可能是假消息 AG没有给一诺准备替补 不太可能会让他休息 除非猫神的离开 队伍再次进入到三皇时代 那一诺就可能真的会用手术来逃避打比赛 肺炎了 没事徐毕诚说 徐毕诚说他过年要去做那个 激光手术 我先等他做了 然后问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后遗症 看他什么效果 再考虑我做不得 我先等徐毕诚试下水 不是说有后遗症嘛 所以说先让他试一下吧 然后他假装去试了 然后把眼睛摘下来 回来骗你跟说大家好 然后罚你骗子 有没有可能我会 过副 我接反经济 徐毕诚度数跟我差不多的 他说他自己快600了 他说他也是400多 感觉最近又涨了 只能打完职业再去做 肯定不信再做 然后就是终于曝光 AG奇妙夜的快乐 大名单选手都会进行跳舞 意味着伊诺跟猫神也会参加 并且他还放出大将军跳舞的视频 果然是舞姿优美 只能说AG为了这次奇妙夜 筹备了很多东西 到时候大家就能看到不一样的 AG 表演有节目 我们要跳舞 我们要跳舞 很抽象的舞 挺抽象的 什么舞我也不知道 说实话 根木山 根木山都算好的了 我还想跳根木山的 最简单的舞 根木山挺简单的 说实话 我还想跳的 但是 你跳舞得多了 大名单的人所有人都跳 所以说跑不掉的 每一个人跑得掉 给你们看大人军跳舞 总的来说 猫神选择休息 伊诺如果去做激光手术 大概率也会休息一段时间 只不过从AG目前的 试训计划来看的话 伊诺不会这时候 去做激光手术 并且就像中益所言 想要做手术 肯定是等到没打比赛 只是任何事情 都有不确定性 万一队伍成绩不好 万一新辅助的发挥 让他崩溃 伊诺都还是有可能 会选择休息的 大家觉得呢